咖喱一族 咖喱一族 那说到这边 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 是不是已经感觉有点饿了呢 不要走开 我们的陶醉上海将马上为你送上 护上十大特色 咖喱餐厅 咖喱进入中国大约六十年的时间 而在现在大街上 能见到许多风味不同的咖喱餐厅 大部分人都知道 咖喱起源于印度 现在世界上爱吃咖喱的地方 有印度 泰国 马来西亚 日本等等 咖喱的意思是许多香料 加在一起煮的意思 也就是咖喱 其实是用香料调制的一种酱料了 茄子咖喱 茄子咖喱 顾名思义 这里用咖喱和茄子 烧成了招牌菜 但没吃过钱 有上海人讲的 硬装斧头饼的意思 总不像鱼香茄子堡 和咖喱牛肉汤那样顺理成章 其实品过后 会发现 燃燃的茄子 可以完全将咖喱的味道渗透进去 但这家曾经在红松路上的小店 现在转成了专业咖喱外卖店 第十名 茄子咖喱 专业的咖喱外卖餐厅 综合平心三星 相信爱看日记的朋友 对这样的画面 应该都不会陌生 在日本不仅有许多咖喱的连锁店 在平常人家 咖喱也是一种很流行的食物 像日记中这样一家人 鸡肉茸茸吃着美味咖喱的场景 就是日本家庭 平日生活的一个缩影 那么 在上海哪里能吃到地道的日式咖喱饭呢 陈兰好像有所发现 这家小店名叫加善 开业至今已有八年 在湖北地区 要吃日式减餐 这里可是个不错的选择哦 吃咖喱呢 最有名的当然是印度 但是据说有一个印度人旅游去了日本 中途很想吃咖喱 来到了一个日本超市 买了一份咖喱 吃完之后 他的表情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他哭了 他觉得自己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咖喱 可见啊 日本的咖喱味道是那么的令人诱惑 今天正常就找到了一家很正宗的日式咖喱店 看看这里的猪排饭能够让我多诱惑 老板为陈兰端上的正是这里最受欢迎的咖喱猪排饭 炸的黄金脆的猪排 用矿泉水煮成的米饭和醇厚香浓的咖喱汁 试问谁能抵挡如此诱惑 我要尝尝看味道的一样子 沾上这个酱 哦 好浓稠啊 嗯 味道好脆 好多汁水 这咖喱不像那么辣 它是有点甜甜的味道 而且我还吃到了水果和蔬菜的味道 咖喱和玫瑰和蜂蜜 它是有点甜甜的 原来日式咖喱想点可口的秘诀在于加入了苹果 而这里的咖喱还特别加入了猪肉提鲜 用黄油把蔬菜 苹果和猪肉炒熟后 倒入专用的容器放入香料 再经过三至四天不断的熬煮和搅拌 一锅香饱饱的咖喱原汁就诞生了 既然这么常做 日本家里面做这个东西 还会加些其他什么调料吗 OK 那再一点就要好吃 还有ケチャップ 生クリーム 这样的东西 很滑 便利的原味炸猪排饭也很值得推荐哦 顾客自己动手现磨的芝麻和店家特制的酱料与炸猪排 组成了最佳拍档 喜欢人是简餐的朋友 一定不要错过这里咯 第九名加善正宗的日式简餐料理店 综合平心三星 第八名 85餐厅是田子房里一栋两层的老房子改进而成的时尚餐厅 面积并不大 但特色的是餐厅与中国的五星元素结合 将整个餐厅分为了金木水火土五个区域 发入经营的是马来西亚风味的餐品 店内最特色的餐品是金木水火土五元素套餐 逢取的店主只要你感兴趣 就会为你测算一下你缺少什么元素 而测算后可以选择相对应的元素套餐哦 每个套餐内都有用咖喱制作的菜肴 当然测算只是一个乐趣无需当真 第八名 5五星元素的时尚餐厅 足够平行三星半 第七名 印度小厨 印度可以说是咖喱的鼻祖 致近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地道的印度咖喱会以丁香 小茴香子辣椒等香料调配而成 由于用料重加上少许椰浆来减轻辣味 所以正宗的印度咖喱辣度强烈间浓郁 印度小厨里经营着各式的印度料理 而店的烧春鸡也很得时客们的喜爱 仔细想想有哪一种美食可以在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如此受欢迎 而且在世界各地都滋生出不同的风味呢 唯有咖喱 那咖喱啊真的是一种非常健康的食物 尤其现在天气也已经是越来越热了 吃咖喱呢可以开胃 那么建议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有机会也要多尝试咖喱 之前我们吃过咖喱炒饭 咖喱鸡 咖喱牛肉 以及各种各样的咖喱美食 但是 你有喝过咖喱做的饮料吗 直接把咖喱喝掉 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味觉呢 就说这里有哦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能够给我们辨出一份 怎么样的咖喱饮料呢 这是一份Cappuccino耶 这分明是一份Cappuccino 但是他们说 这里面有很多的咖喱 这是怎么回事情呢 我喝喝看哦 上面就是奶泡 里面会有一些 我觉得我在喝咖喱汤 但是又有奶的味道 小豆蔻奶茶 是磨出卡里最独特的饮品 小豆蔻其实是一种咖喱辛香料 有芳香的气味 很多人问 咖喱酱是怎么熬制的 在磨出卡里可以看到 店家先用洋葱熬三天 再加入各式咖喱香料 煮成浓稠的咖喱酱 而这边的咖喱是偏欧风的咖喱 比较浓稠 饭店时间 厅堂里坐满了客人 大部分人喜欢点这家 号称比脸还大的和风咖喱猪排饭 米饭是店家 从日本带来的一体食材 月光米加上竹炭烹煮 据说是做咖喱饭最适合的米饭了 将自己研磨好的芝麻粉 配上咖喱酱 插在香脆的猪排上 有的人是食欲大胎啊 那我们希望客人可以吃到 比较健康的东西 尤其像女孩子 饭都太甜了会发胖 那我们有一个 我们会做一个糖度的测试剂 要去做测试 真的好 的品质跟那个糖度 那会让客人吃到 比较健康的方式去吃 我们怎么会吧 我们会用 我给你示范一下 OK 然后我们会用一些我们的咖喱酱 然后用在这个上面 用在这个上面 然后你磨过以后呢 它的糖度计会在里面显示 来 你可以看一下 里面有一个蓝白色的地方 看到了 有 它现在甜度会在上面 它是15 对 15度的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每天会控制它这个品质 你们是每天必须控制它 比如说在15还是20之间 对… 对… 所以它会吃到可以比较放心 所以那么嫩的猪排 我就在把它全部制掉 问题也不是很大 我可以自己骗着你说问题不是很大 第六名 魔竹卡里 这里有魔法在等你 组合平行 四星 第五名 金金咖喱 这是一家开在唐桥公园小岛上的泰国咖喱餐厅 玻璃房子式的建筑 据说还是香港名家的设计 餐厅一楼分为巴厘岛和塞班岛两块区域 而如果有心坐在靠窗户的位置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很大的湖泊 夜色迷远的晚上 坐在里面吃着咖喱特色的风味餐 赏着湖边美丽的灯火和美景相呼应 很是惬意 来到一个餐厅 有几个很重要的事情 首先 食物必须好 服务必须好 因为我吃了很多餐厅 人们必须好友善 这餐厅的美丽是 人们非常友善 食物非常好 所以我来到这里很常常 它是一位最好的餐厅 在上海 所以我每次有机会 每次在上海 我来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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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国咖喱是红咖喱最辣 里面加了很多椰酱 来减低辣味和增强香味 而额外所加入的香茅 鱼肚等香料 也令泰国咖喱独具一格 咖喱其实有五种颜色 想要品味泰国咖喱的特色 就要由最不辣吃到最辣 才能领教到其中的层次和深度 一桌上五种颜色 咖喱烹土的菜式 也会让心情大好 吃完这片品种丰富的咖喱餐 还可以到公园散散步 而值得一提的是 公园内是免费停车的 第五名精精咖喱 这里有五种颜色的泰式咖喱 综合平行四星 第四名 Masala Art Masala Art是以北印度风味为主的咖喱餐厅 北印度咖喱要比南印度咖喱清爽得多 所以更容易被世界各地的人接受 Masala Art 随处可见 跟古印度装饰 这里的消费比较平价 厨师都是来自印度的大厨 来这边的客人也多以外国人为主 这个是千层烤饼 千层烤饼 这个是村买面粉 这个面粉是从印度带 从印度空运过来的面粉 对对对 非常的讲究啊 那么这里的食材真的是每一样都是精精液 也就是从印度空运过来的 讲究的食材是Masala Art给人的感觉 这里有一道咖喱烤鸡肉是很多人都喜欢的咖喱菜 烤制时咖喱略味的辣浸入鸡肉中 满满都是鸡肉和咖喱散发的浓郁清香 所以这道菜的网络点击率非常高哦 大家肯定都吃过中国的饺子 今天我们来到了印度餐厅 当然要看一下 原来印度也是有饺子的 我们看到这就是印度的饺子 乍一看是不是有点眼熟呢 是不是长得像中国的窝窝头呢 开个玩笑 其实呢这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个印度的菜种 也是印度的一个叫做蔬菜馅的饺子 蔬菜饺馅是包有蔬菜黄咖喱馅的脆皮酥 在印度有非常久的历史 食用的时候需要切下一小块 沾自己喜欢味道的酱料 这跟中国的饺子可是有很大的区别哦 第四名Masala Art 北印度风味 综合平行四星 节目今天到这儿想必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 对于我们上海的特色咖喱餐厅有了一个非常全面的了解 比如说有这个传统的印度咖喱 五色的泰式咖喱以及改良过的日式咖喱等等等等 但是我们的特色咖喱餐厅可不仅仅只有这些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家餐厅啊 是把所有的新鲜食材都可以放到咖喱锅里边涮 怎么样 馋了吧 第三名 锅比盆大 吃过锅比盆大的人一定忘不了这家的咖喱火锅 号称是上海唯一的咖喱火锅了 咖喱加入到中国最传统的火锅中又会是什么味道呢 在上海开业七年的锅比盆大入口处是众多明星的签名 据说这里也是明星们朝外来的一家餐厅了 我们调制的咖喱是用这些香辛料然后把它磨成粉 磨成粉 反以后我们再把它融合一些香料的问题 我们再把一些全部把它炒制成一个比较浓厚的咖喱 那我们的咖喱是用那个香港的一些一些香辛料 跟东南亚的香辛料来炒制 那我们再加一些我们的高汤 把它调成一个很浓的一个咖喱一个汤汁 就是这样子 同志们 对牛弹琴不可怕 可怕的是一群弹着琴的牛它对着你 今天我们还真的碰到这样的事情 大家请看 这一盆就是大名鼎鼎的日本和牛 据说它的成长环境非常的优越 是 因为它本身就是喝了啤酒听着营业长大的 它的肉感会怎么样呢 它的肉感就是会入口即化 等于它油花分布的非常好 那等于说你在使用的时候 在锅内的话算三到五下就可以即时可以使用了 哇 好大一片真的很薄耶 是 但是我算了 好 三到五下之后要是不熟 或者我吃进去没有入口即化 我们摄像机队燃银可是要负责任的 一 二 三 四 五 我拿起来了 没问题 你再看一下 还真的熟耶 那我就不客气了 进入黄咖喱的香味 您基本不用负责任了 同志们真的是入口即化 我都没有什么很多的吃 只要它完全就咽下去了 超好吃 而且它的黄咖喱的这个火锅的味道 是完全浸默在这个牛肉当中 超赞超赞 咖喱火锅其实吃法也是有讲究的 很多不入味的食材并不适合涮咖喱锅 比如说鹅肠 午餐肉等 像牛肉 海鲜 蔬菜类 就很适合涮咖喱锅了 这些食材可以吸收咖喱的香味 第三名 锅比盆大 中国式的咖喱火锅 综合平行四星 第二名 广州郊夜 广州郊夜是户上小有名气的泰式咖喱餐厅 餐厅因长期有演员与食客互动而人气超高 很适合办派对 每到餐店时间就可以看到 在歌载舞的食客和演员 菜品上算是改良过的泰式咖喱餐了 最富盛名的餐点就是泰国经典咖喱菜 咖喱黄炒蟹 基本上是桌桌地点的 第二名 广州郊夜 符合上海人口味的泰式咖喱 综合平行四星半 第一名 田都立印度餐厅 吃咖喱当然不能忘记印度菜了 印度人是最爱吃咖喱的 所以说作为涛客 陈兰今天就来到了上海第一家印度料理店 而且这是最正宗的一家 我们一起进行吃看一下到底有什么特别的 位于老景江饭店里的天都立 是上海第一家印度餐厅 到现在有16年的时间 天都里给人最大的感觉就是宛如过入了古印度的皇家宫殿 天花板上漂浮着朵朵白云 竟然是成百上千的佛教语录 这一个个书本大小的字都是用词烧成的 令人太为观止 最具匠心和体现主人友好感情的设计 还在于地板上镶嵌的地图 隐约描绘了丝丑之路 分布在餐厅内的各个亭子 这则分别在线的印度不同时期和地域的建筑文化风格 餐厅的厨师及服务管理人员 全部由印度聘请而来 来不要上来一道非常美味的黄油鸡 这里这么多鸡肉 这一顿吃下去 我觉得热量会增加不少 I will be getting fat Don't worry Curry will help you to lose fat You sure Just keep eating Enjoy your meal 既然今天的经理说了 咖喱可以有助于减肥 那我就相信他了 咖喱有颜色的四种都是带辛辣味的 而只有出产于印度的白咖喱 是用椰浆类调出来的 味道是带有椰浆的清甜感 Don't you take some what in that? It is basically coran coran? It is a curry from the coran So we use a lot of nuts to make this curry Oh 那我也要尝一下 Actually I like this one better Because it's not as good for the girls And I know The white garlic in England is the best one Really? Yes You are right Oh 我说明我还是很识货的 白咖喱确实是印度做的最好吃 而且在印度人们也非常爱吃白咖喱 的确 原产于印度的咖喱会比较正宗 而在印度还有非常有名的酸奶和用菠菜汁熬制的绿咖喱奶奶豆腐 这些都是你来到印度餐厅不容错过的 第一名田都立印度餐厅 户上第一家印度餐厅 组合平行四星半 看完了我们今天陶醉上海推荐的十大特色咖喱餐厅 那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最喜欢哪一家呢 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里边尝试一下 那当然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来品尝咖喱的美味的话呢 也可以登陆到我们的酷嘎嘎网站 以及新浪微博和我们一起嘎嘎贝 我们今天绑单上的所有信息 也都可以在酷嘎嘎网站进行查询 好了陶醉上海绑定生活 我是星一 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和四川那边吃的味道基本上就是一样的 川菜之味以麻辣见长 附近上海人是无辣不关 是什么美味让他们下期节目